1999年,英国人霍顿率领中国国奥队冲击2000年悉尼奥运会 当年的国奥由留学巴西的建立宝队为班底 镇中既有学成归来的李铁、李金宇、张孝瑞、李伟峰等名将 又有孙继海、郑志、赵俊哲这样从本土涌现的才俊 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史上最强国奥 有媒体报道,主教练霍顿曾放出豪言 不仅要晋级悉尼奥运,还要拿到奖牌 国奥队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以全胜战绩进军九强赛 随后与巴林和韩国分为一组 其中,与苦主韩国的两回合比赛被认为是决定出现的关键 与冰强马壮的中国国奥不同 当年的韩国国奥实力平平 阵中只有李东国成为了日后韩国的明星球员 可以说是史上最弱的韩国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而在首回合比赛中,客场作战的中国队尽管表现积极,并创造了不少进球良机,前锋张宇宁还措施了一次单刀机会,但最后还是败给了门线悬案。 韩国队10号申鼎号的投球打中横延后谈电出,但裁判判皮球已过门线,进球有效,之中中国队0比1败走汉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主场战胜80后,中国国奥在上海迎来了与韩国的第二回合比赛。 由于首回合高负,中国对这场比赛必须取胜才能掌握出现的主动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队在比赛中势均力敌,并由各自的头号射手李东国和张宇宁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 当时被公认为国奥技术最好的球员张孝瑞,下半场替补出场,表现活跃。 其中,他在中场细耀两名韩国球员的场面让人印象深刻。 此外,他还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远舍。 非常遗憾的是,张孝瑞在那场比赛的精彩过人视频已在全网绝技。 不过,在一场老假A民宿的比赛中,我们看到了非常相似的一幕。 中国队最终无奈地与韩国战成平手,失去了出现的主动权。 在小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客场0比1意外赋予80,彻底无缘悉尼奥运会。 回顾这些史上最强国奥队的失利,最让人不解的是,当时的足协为何会让一位英国教练执教一支以留学巴西的球员为班底的球队? 技战术风格的截然相反,也使得主教练霍顿扼杀了像张孝瑞这种球员的才华。 99年您代表国奥队和韩国队比赛时,您曾带球细耍韩国队四名后卫,突破对方的整条防线。 您当时有没有觉得韩国队的球员能力跟你根本没法比? 没有。 有。 有。 到底是有没有? 没那么。 但是我一直,我感觉我们那批人应该是能够出现。 应该我们一直,我在这儿有一个就是大伙儿一直觉得我们应该比。 韩国队比赛时,我们应该是能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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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差在哪儿了? 差在哪儿?我觉得也有运气。 因为霍顿他等于玩的442平行站位。 然后平行站位的话,说实话像肖瑞这种打前腰的,能力非常强的,他可能就没有位置。 没有前腰。 他的这样的体系里面。 对啊,所以你说的跟韩国队比赛时,他是替补打的。 我感觉啊,其实那批,说实话,从整体来讲的话,确实是挺强的。 特点,实力。 但是现在是,我们回想过来,就是说,霍顿他没错。 为什么?他当时带了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打法。 而且从理论角度来讲,让你不容置疑的。 他说的也特别清楚。 他太强了。 但是,霍顿也是我见到的。 我觉得自至于现在,到现在,我觉得是讲的最好的一次。 从理论,包括这些,简介啊,说服了那种。 但是呢,有一点什么呢? 这个国号的班底组件,是一霸子。 这种结合的话,比如说,就会有很多,因为打法的不同,理解的不同。